有人曾说 年轻人爱上闽南语歌曲 或许是因为翁立友 2013年 翁立友在歌唱大赛里一盏歌喉 也因此受到蔡小虎的大力推荐加入公司 并在公司的安排下和龙千玉对唱 今年冬天特别冷 而逐渐受到歌迷的注意 2009年 他更是获得第20届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奖 出道多年的翁立友 嫌少有负面消息 一直给人不错的印象 不过早期的他却经历了不少的磨难 甚至还患上了忧郁症 那么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今天便给大家分享 台语歌王翁立友的故事 台语歌手翁立友 1975年5月9日出生于彰化 2003年加盟豪记 2004年1月和龙千玉申请对唱多首好歌 而意外和公司签约 翁立友在歌唱大赛里一盏歌喉 而受到小虎歌的大力推荐加入公司 并在公司安排下 与93年年初和龙千玉对唱 今年冬天特别冷 而逐渐受到歌迷的注意 并在娱乐圈创造出属于他的歌唱王国 台语歌王翁立友重返歌坛 这次为了让歌迷惊艳 首次挑战电影舞曲 近来琴袍宣传的他 前段时间罕见操控开直播与歌迷互动 但过程中只见左眼和脸部不时抽动 让粉丝担忧是否健康亮起红灯 对此他也直接公开罹患的症状 金曲歌王孟立友前年和友人登山不慎摔伤 由于伤及背部和腰部 导致不仅无法久站 连上下床都相当困难 好不容易休养康复 如今琴袍宣传的他 抽空开直播与粉丝互动 却被发现不仅狂眨眼 左眼和脸部还不时抽动 让网友担忧起健康状况 他解释经常眨眼是饱受肝眼症所苦 加上没睡饱导致 直播后就会点饮凹水舒缓状况 希望所有人不用太担忧 之前受访时曾提及这是天生疾病 前往就医还被医师告知这是绝症 由于当时本土疫情延烧 翁立友提及有不少排好的活动 都因疫情关系延后或取消 让他无奈表示日子过得比以往艰辛 但也希望经过这次疫情 能让大家有所启发 像是赚的钱要好好存下来应用 毕竟天有不测风云 至于歌迷敲碗许久的演唱会 他去年46岁生日时 公司曾套路正申请小巨蛋挡机 预计今年渴望二度公蛋 当时他开心表示很期待再次迎接挑战 也对粉丝感到抱歉 一等就是四年之久 不过如今本土疫情再延烧 他表示得到疫情趋缓再办 毕竟还是要顾及所有人的健康为前提 台语歌王翁立友前年因登山不慎跌伤 伤及背部和腰部 养伤一阵子后才得以好转 而近期翁立友写新作回归琴跑宣传 也难得开直播与粉丝互动 不过他在镜头中出现左眼和脸部不时抽动的情况 引起网友关心 翁立友等待录音的空档开直播和歌迷互动 他谈及这波瘟疫冲击太大 连自己是演艺人员都感受到日子过得很艰难 很多活动都因此延后或取消 也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吃老本 期盼瘟疫早点消失 能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他也深有感触地说 希望赚的钱要好好存下来 天有不测风云 有眼睛的粉丝发现 翁立友不停地眨眼 左眼和脸部也不时抽动 便询问他 感觉你没睡好很累的样子 对此 翁立友解释 自己常年受肝眼症所苦 眼睛容易干涩 加上近期没睡饱 直播结束后 要去点饮腰水 小睡一下 其实 过去翁立友受访时曾表示 自小就有肝眼症 而且是天生的 当时他询问医师 是否有办法改善 却被医生说 这种并不会好 你这是绝症 让他当场吓傻 刚出道时 他只要一紧张 再加上摄影棚灯光太强 眼睛就会产生灼热感 也对受访时 常不自觉眨眼感到困扰 对疫情一直很害怕 他无奈透露 我就是最不适合 走演艺圈的身体 我实在是不适合 偏偏又让我走演艺界 虽已与肝眼症和平共处好几年 但症状发作时 还是让他相当困扰 除了肝眼症外 翁立友此前也曾表示 自己鼻腔微血管脆弱 经常流鼻血 因此一直以来都会准备口罩 长达十年都靠戴口罩 保持室温的空气 因为突然的冷热空气 都会导致流鼻血 连开车都必须佩戴 对于海外歌迷学问 核实办演唱会 翁立友表示 因为一关系 想到整个团队 都要陪着他一起接受隔离 也觉得不好意思 因此暂时没有打算 希望等着过后 大家生活恢复正常再规划 会较安心 之前翁立友台上 突然公开爱的伴侣 对方超狂身份曝光 有金曲歌王沈文成领军 协同潘岳云 翁立友 向惠玲 石文斌 李毅君组 三王三后黄金阵容 在台东举行 传世金曲演唱会 一同为长者献唱 连两天 逾四十首精简金曲 让全场还犯之余 更为这些银发族 掀起满满的回忆沙 担任压轴演唱嘉宾的金曲 台语歌王翁立友 除了一连带来 坚持 手中情 我问天 及爱情的高手四首歌 更在演唱会上 加码放松彩蛋 邀请台东县县长 饶庆林 同台合唱情歌 爱的伴侣 让翁立友笑说 我这位嘉宾 根本是天后等级 不仅台风稳健 有大将之风 歌唱技巧更是美话说 更大赞他根本是 被事业耽误的歌唱家 经常到台东旅游的翁立友 对芝本温泉 三仙台 陆野高台 及京城武术等著名景点 如数家珍 在瘟疫发生前 经常带着家人踩点 更对当地美食 及人轻微念念不忘 他透露 最难忘的一次台东行 是多年前 陪着已故歌王高凌峰 去台东作秀 当时受到台东达人乡 乡乡长设宴款待 吃美食 一道炒螺肉配啤酒 让三人开心一整晚 2021年 翁立友和龙千玉 孔鏘 孟庆儿等好友 一起为公益发声开场 前往高雄出行 台湾爱与希望 国际关怀协会 爱心晚会 参加义卖募款 然而 龙千玉却十分心疼 透露好友翁立友 其实是带商唱歌 敬业精神让人非常佩服 据媒体报道 翁立友在台上 带来一连串经典歌曲 坚持 我们天等 还要粉丝朋友点歌 继续献唱 浑浑的故乡 及手中情 太久没见到粉丝们的他 开心地与大家合唱 完全忘记自己腰部 背部的伤 以及不能久战的衣住 对此他笑说 体会到健康的重要 感谢大家关心 医生有叮嘱多休息 慢慢会康复的 翁立友出生于台北新庄 小时候父母生意失败 他被寄养在彰化县 秀水乡 与外公外婆一起生活 翁立友儿时与母亲感情较好 与父亲则较疏离 母亲发现套音乐天赋 想给予更多培养 但由于经济原因 只好放弃 当时 翁立友要帮助父母 负担家里的生计 而他也在隔代教育下 变得郁郁寡欢 沉默少言 之后 他跟随父母搬到彰化室 国中毕业后 翁立友白天在旅门窗工厂上班 晚上就赌一张画师范大学 并担任乐队指挥 高二时 他在同学庆生会上展现出好歌喉 于是参加校内歌唱比赛 读得第一名 父亲也看到了儿子的歌唱天赋 于是帮他报名歌唱训练班 每天授寻八个小时 悄悄开启了翁立友的歌唱生涯 1995年5月 翁立友参加三立卫士 二十一世纪新人歌唱排行榜 社青组比赛 未免时关后 竟然败阵下来 观众不忍心他离开 于是要求再给他一次机会 这样唱片公司有意签约 但却因他有当兵而暂时搁置 1997年退伍后 翁立友在大旗唱片 旗下一人合唱经典曲专辑中出世提升 第二年推出首张个人专辑 专辑中还要与于天和陈亚兰对唱 宣传期间 于天更陪他一起跑宣传 但首张专辑并未受到青睐 为了生计 翁立友只好先放下梦想 转行卖大闸蟹 销售保险 当时穷到一餐只能吃一个七块的茶叶蛋果腹 长期低潮试着的情况下 翁立友越来越沉沦 七年都过着戒酒消愁的日子 把自己搞得不成人样 直到某天深夜回到家 看到妈妈躺在沙发上等他回来 还准备海鲜汤帮他补身体 看到这一幕 翁立友忽然听到有个声音在骂他 你现在在干什么 瞬间感到惭愧与自责 认为自己太不孝 从此之后大门出席 继续在歌唱领域奋斗 2003年 蔡小虎偶然听到翁立友上歌唱节目 对于他的声音颇感兴趣 本想直接签下他当艺人 但后来还是决定把他推荐给豪迹唱片 2005年 翁立友在豪迹唱片发行的首张专辑 妈妈的背影里 以坚持送行等曲走红大街想象 时至今日 在台语歌坛传唱度极高 2009年 翁立友以刑旗专辑 获得第二十届金曲奖 最佳台语男歌手奖